看资讯查战记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吃鸡老王 最近冯蒂姆在直播玩吃鸡的时候 遇到了一件很搞笑的奇葩遭遇 网友们看了也是哭笑不得 美女主播冯蒂姆像往常一样开始玩吃鸡 但是却被一个粉丝给认了出来 于是她就跑去送枪送子弹了 冯蒂姆也是迟疑了一下 觉得自己下去会不会就成河了 但是最后还是胆战心惊的下去了 出人意料的是 房间里一下窜出了十几个人来 都是慕名而来的 这下可热闹了 十几个人又是送枪又是送子弹 简直都要宠上天去了 屋子里都快装不下了 最后他们还开了几辆车 自发的组成了一对保镖 护损着冯蒂姆进入决赛圈成功吃鸡 外挂很可怕吗 遇到十几个人也照样被怼死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你在游戏中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主播 是会当场打死还是当场打死呢